片刻之后 田不义是横了一声 大步走了出来 来到祖师祠堂门口 却并没有走上台阶 在石阶下朗声说道 道玄师兄 我是田不义 其他还有水月天日 和曾书长 以及另外两脉的手作师职 一起来看你了 你在吗 他声音嘹亮 中气十足 顿时在这林间传开去了 似乎那祠堂深处的昏暖地方 连那点点香火 都猛着亮了一亮 这才缓缓恢复了正常 片刻之后 那黑暗之中 传出一个声音 什么是 田不义和诸位长老都是一阵 这声音中阴冷之气极重 隐隐还有几分力气 哪里有丝毫当初 道玄真人清悦正气的味道 但他们数人 都是与道玄真人相识 超过数百年的人户 化生只一入耳 他们便分辨出来 这的的确确 就是道玄真人的声音 这位曾经统领天下正道的道家仙人 难道真的发生了什么不测 在他的身上吗 一念及词 田不义等着那脸色变了 田不义咳嗽了一声 深深地吸了口气 重新说道 师兄 我们几人听说 你近日身体抱恙 所以特地前来探望 还请师兄 容我们进去拜见一下 道玄真人的声音沉默了片刻 再出现的时候 却是伴随着一声冷笑 寒意刺骨 哼 见我 见我 要六脉手座一起过来吗 我看你们是意图逼宫 亏是我这个掌教真人的位置吧 此言一出 既如凭空轻雷 震得是人人变色 便是田不义 也不由自主地退后了几步 一脸恶然和惊讶 转头望去 却只见 就算往日一向形容冷漠的水月等人 脸上也是不可置心的表情 曾书长的眼中竟是担忧之一 他踏前一步 掌门师兄 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呀 我们这些做师弟师妹的 数百年来 未曾有过这个心思 从前没有 现在没有 将来更不会有 近日我等前来 只是关心师兄的身体是否有样 绝无二心 师兄万万不可想错呀 道玄真人的声音忽然巴高 哼 曾书长 六脉手作之中 向来以你时机最深 当日 你早就对龙手风的苍松 有所察觉 却一直隐忍不言 莫非 我不知道吗 曾书长的脸色大变 田不义水月大师 还有天日道人等人 也是恶然转身 向曾书长看去 此事当真 曾书长是面作苦笑 摇摇头 这 这又是从何说起呢 水月大师还在追问 忽然 那祖师祠堂里 无数昏汗的香火 无风自亮 黑暗中看不清楚 但不知怎么 却让人感觉 那黑暗的深处 就某种异样的 似乎咆哮了一声 几乎就在同时 道玄真人的话声 再度传来 但他所指对象 已经从曾书长的身上 转移到水月大师 水月 你又在装什么样子 哼 你以为你一副 高高在上的模样 便当真凛然了吗 当年万剑一 落到困守祖师祠堂 扫地中老 最后 更死于邪魔外道之手 渐渐都是由你所起 都是拜你所赐 说到最后 道玄真人的声音 竟仿佛是无法 自控一般的狂笑起来 更无一丝半点的 先锋道骨模样 然而 此时此刻却无人 再去关注他 天不易 曾书长等人 进阶失色 恶然地望向脸色惨白的水月 半上说不出话来 此番短短几句言辞 却尾时太过惊心动魄 齐浩等后辈子弟 看得是目瞪口呆 而水月大师 此刻是全身发抖 但不知怎么 他眼中竟是发出了 从未有人所见的 近乎狂热的灼热目光 踏前几步 仿佛再也不管其他 大声地 向那个祠堂中喊着 你 你说什么 难道 难道万世兄他 他还活着 一语惊醒了众人 天不易等人 几乎是同时反应过来 一个一个神情激动 跟着向祖师祠堂 深处问了出来 而道玄真人狂妄的笑声 却越来越癫狂一般 回荡在青云山 祖师祠堂的上空 久久不曾散去 南疆十万大山 越过了黑色的山脉 进入到了十万大山之中 鬼力便感觉到 自己是进入了一个 真正蛮荒原始的世界 其实在魔教之中 荒蛮本是指 神州浩土的极西北处 有一处荒芜人间的 广阔地带 那里绝大部分 都是戈壁沙漠 寸草不生 纵有生命 也都是极其顽强的 蛮荒遗种 是如此命名 而魔教传说的圣殿 也就在那里的某处 只是鬼力从来就没有去过 但眼前这个世界 显然与传说中那个蛮荒之地 截然不同 十万大山里边 非但不是寸草不生 简直就是寸草杂生才对 一路走来 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 简直没有落脚之地 任何一片土地上 仿佛都挤满了争夺生存空间的植物 而在无穷无尽的林木荆棘背后 就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毒物 恶兽 在身旁阴汗处 似乎永远都会有恶意 而猙獰的眼神窥视着你 似乎偷袭 要将你植死地 便做一顿美食 对鬼力和金平儿这等人物来说 这些普通的毒物 自然算不上什么特别的威胁 但无穷无尽这般下来 却是令人头疼 他们虽然可以升空飞行 但一来 这原始森林上空 指不定什么时候 便升起了瘴气毒物 二来 他们道行虽然精深 但终究也要休息 但被这些外界骚扰 几乎是没有一个歇息的模样 几日下来 似乎连猴子小灰 也开始烦躁不安了 除此 除了这些毒物恶兽的骚扰 十万大山里怪异的天气 也是颇令人难受的一件事 与中土地带又是截然不同的 没有云聚 变天等过程 这里的雨 几乎是说下就下 刚开始还是晴朗一片的天空 转眼间便是倾盆大雨 漂泊而下 要停的时候 居然也是说停 前一刻 电闪雷鸣 下一刻万里无云 令人惹然无言 而下雨的时间 似乎也根本就没个准数 短的一时半会儿 长的数日不止 根本无从琢磨 此刻他们两人 便是行走在 连绵烟雨笼罩下的 一片黑色森林之中 之所以他们二人 没有施展法术 低空飞行 是因为他们打算 这么做的时候 却发现 这个诡异的地方 就算是在下雨的时候 黑色森林的上方 竟然还是生腾着 怪异的黑气 相反 反而是森林下面的土地上 空气反而比较正常 伟丽和金平儿 都在魔教之中 沁吟许久 眼力是非同小可 自然知道其中轻重 商讨之后 便还是甘愿持重一些 从黑色森林之中 行走而过 这片森林 与十万大山山脉 很多原始森林一样 树木枝叶都很茂密 天空中下的雨 往往不能直接落到地上 而是从繁茂的枝叶树梢 顺着树枝流淌滑落 冰冷的气息 回荡在整个森林之中 除了他们走路的沙沙声 和遥远的雨水声 整座森林仿佛都在雨中沉睡着 鬼梨和金平儿都没有打伞 多半是没有带着 但是在这繁茂的森林中 便是有了伞 只怕也是牵牵扯扯 寸步难行 小灰一声不吭 缩着身子 趴在鬼梨尖头 从上方枝叶落下了雨水 将他身上的毛发都打湿了 平平地贴在身上 鬼梨面上有水珠 但脸色看上去 依旧是一片漠然 在前方走着 似乎一点都感觉不到 周围的异扬气息 金平儿跟着他 似乎也看不到 有什么疲倦之色 但微微凌乱的头发 还有些冷漠的表情 反衬出他并不愉快的心情 这片森林 其实便是他上一次来过的黑森林 金平儿心中清楚地知道 走出这片森林 再翻过几个山头 便可以达到他们 所要前往的目的地 事实上 他也正是如此对鬼梨说的 鬼梨伸手 折断了一根垂下的树枝 看上去极其坚韧的 一段古藤般枝干 在他手中 挤着豆腐一般脆弱 金平儿在他身后 默默地看了鬼梨那手掌一眼 眼中似乎有所思索 微微地皱眉 突然 鬼梨是一了一声 身子一顿 随即左转急走几步 顿时只见面前豁然开朗 竟是一片亮色 出身之地乃是一处悬崖 岩石周围大概数十方圆 并无草木 脚下却是一片空荡荡的云海 云气翻腾 其中五色斑斓 颇为好看 脚步声响了起来 金平儿也站到他身边 面色着微微一变 这里正是上次 他被那个神秘的黑衣人 暗算的地方 侥幸逃生之后 他还无意中在悬崖石下方 发现了当年杀生和尚的一把杀生刀 只是他看了看鬼梨 却一言不发 显然没有把曾经发现的事 全部告诉这个男子 鬼梨远远眺望着下方的云海 过了半场 微微摇头 下面的云雾色彩斑斓 只怕还是有毒的瘴气 我看也是 还有多远 应该不远了 我记得上次我来到此处的时候 再往前 不过走了一个时辰左右 便出了这片黑森林 出了这里 再翻过两座山脉 就到这么鼓动了 奇怪 我上次来到此处 黑森林中 曾没有有许多恶兽 怎的这一路走来 除了那些毒虫之外 像样的恶兽 一头都没有见到过 只怕你见到那些怪物 都跟着兽神 去十万大山外面吃人去了 金平而一正 随即只怕这个可能性很大 脸上随即出现一股厌恶的表情 无论如何 即使他出身魔教 但对受邀这种根本毫无人性人伦的结束 他依然十分忌惮 就或者 当着中土毒蛇谷一战 和欢派全军覆没 虽然鬼力至今不知道 为何金平而能够单独逃生 而且竟然投到了鬼王的麾下 但想来 金平而对这些受邀 也是不会有什么好感 鬼力是深深呼吸了一下 振奋起精神 我们走吧 随即转身 重新走进了黑色森林 金平而正要跟上 却忽然转身 向着那片山崖下看了一眼 柳梅是晶晶皱起 似乎在思索是吗 前头鬼力走了一会儿 却感觉金平而没有跟上 转身喊了一声 金平而惊醒过来 焉然一笑 怎么 你这么快就计划我了吗 鬼力看了他一眼 一脸漠然地转身走过 更不多管 他静止走去 金平而微笑着跟了上去 就在他要进入森林的那一瞬间 忽然手一挥 一道白光从他手中闪过 飞了出来 来势飞快 咚的一声闷响 硬生生插入这个悬崖的 一个偏僻角落的缝隙中 光亮缓缓在那个缝隙中闪过 正是曾经的杀生刀 再转眼出 金平而的身影 依然消失了 七风苦雨 仿佛又笼罩了过来 将这片诡异的黑色森林 遮盖起来 远远的 十万大山那辽阔的天气苍穹 仿佛都是灰色 不知道是否有什么神明 又或者是恶魔 在那幽冥中咆哮吐吼着 注视着天地人间 那些看去渺小的存在 就在鬼力和金平而 在七风苦雨中 艰难跋涉在十万大山之中 追逐着寿神踪迹的时候 十万大山山脉之外的南疆 也正是一派热切气氛 越来越多的南疆正道弟子 来到这里 在喧闹的同时 他们的到来 迅速降低了残留的南疆 受邀残暴的数量 而南疆这块土地上 从来没有聚集过这么多的中土人 而且大多数还是修道之人 南疆本地五族的土民 对这些外来人 一直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而在这些正道弟子中 却似乎也有奇怪的气氛 多数人 只要不是同门同派的 见了面呢 大都保持距离 甚至 偶尔还听说 有某些门派的弟子 发生了冲突 即使所谓和事 却似乎从来没有人 大声地出来宣誓过 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身为南疆本地悠久的 修道门阀焚香谷 自然也就成了许多 并不熟悉本地地理情况的 正道弟子 登门拜访求教的最佳场所 所以 焚香谷一改往日之宁静 人流是络绎不绝 天天都看见有人进出 便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一日 焚香谷的门口来了三个人 一男两女 却是青云门门下 风回风的曾叔叔 和小朱峰的文敏 陆雪奇三人 来到南疆的青云门弟子 自然不止他们三个 事实上 青云门此季 号称天下第一正道门阀 派来的年轻一代弟子无数 但其中最优秀的 却没能前来 除了少数几个 在门派中担任重镇的 如齐浩等人物 萧一财呢 也是因为近日 道权真人 少于理事 通天风尚事物繁杂 独有他去打理 没办法脱身 至于林京宇 此番却是坚守 守在了祖师祠堂之中 据说是为了替某位 对他有极为恩情的 青云前辈守灵 也是没法前来 而上下的庶人之中 便以曾叔叔和陆雪奇为首 曾叔叔倒是没什么 老爹曾叔常交代了几句 便来到南疆 而陆雪奇此番前来 却是比较曲折 据说水月大师本意 并不愿意外出 但后来不知怎么 又转了心意 却是特意的 让陆雪奇的师姐文敏 也跟了过来 不过文敏到来 却有一个好处 便是一路之上 曾叔叔多了一个说话的人 否则 曾叔叔本来猴子一般 好动的人物 若只是和冰霜一般的陆雪奇 相处赶路 只怕这一天下来 曾叔叔十句话里 九句都是自言自语 剩下的一句呢 多半也是陆雪奇不耐烦 贺令他走开的 这一路之上来到南疆 曾叔叔倒是和文敏相处的 颇为融洽 三人在一起商议 曾叔叔提议 不管怎么样 身为同门正道 来到南疆 还是得去焚香谷 拜会一下 只是陆雪奇 似乎并不愿意 淡淡表达意见 说南疆这里 也不是没来过 大概都知道 如何去向 不必麻烦别人云云 曾叔叔和文敏有数 料想说陆雪奇的心中仍有疙瘩 当日他在青云门通天峰 玉清殿上当众拒绝 焚香谷谷主云一兰 为其得意弟子李寻的求婚 大伤云一兰和道玄真人面子 满然是不愿再和焚香谷的人来往 不过曾叔叔和文敏几番商量 却还是由文敏劝说陆雪奇 终究还是得过来 做做样子 否则将来师长的面前不好看 陆雪奇是犹豫再三 终于还是答应了 他们三人来到焚香谷的谷口 本来三人就有一些名气 尤其是陆雪奇 本身就是清国清城的天香国色 自从青云门年轻一代崛起之后 他的名气相貌更是明动天下 而对于焚香谷来说 陆雪奇只怕更多了一层寒意 是以当他们三人身影 刚刚出现在焚香谷谷口之后 几乎是立刻就被焚香谷的弟子认出来了 在最初的惊恶过后 似乎还有着一阵耸动 但随即有人快步进去回报 同时数人是立刻赢了上来 当前一人拱手微笑 陆师姐驾临焚香谷 真是难得 这两位也是清云门的师兄师姐吧 请进请进 曾叔叔在背后和文敏对望了一眼 偷偷吐了吐舌头 做了个鬼脸 心想 这陆雪奇果然名头大的吓人 连着普通的焚香谷弟子 竟只一眼就认出来了 而自己和文敏呢 显然是属于那种 跟随在美人身后路旁的路人了 他们两人也不生气 曾叔叔更是笑容可掬 一路上和那个焚香谷弟子 笑呵呵地开着玩笑 不时呢 听他们是开怀大叫 走在后面的文敏 轻声对身旁的陆雪奇说道 师妹 你看那位曾师弟 不过才刚见面而已 居然就能跟人家混得那么熟 真是厉害 陆雪奇看了看前方的曾叔叔 此刻已经将手搭在 焚香谷弟子的肩膀上 淡淡离笑 却并没有言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